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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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理財好運式 解決上過大小事 今天保證讓你現在才知道 大家好 我是萬事通 今天因為咱們要來討論什麼樣的事 每天只要花三分鐘 就可以全方位的 搶救你的肥胖基因 让你瘦得健康又漂亮 憲哥那讲得很重要 想要轻松瘦身不求人 就一定要邀请到 体重管理专家杨麒麟 以及在检中门诊 担任营养师的赵寒颖 一同来帮助三位 有肥胖困扰的艺人们 正确揪出肥胖基因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报道 他就说只要肥胖者 其实每一个肥胖者里面 都有肥胖基因 这样是代表说 我们一旦有胖过 是不是我们以后胖的因子 就很强烈 答案是错的 真的吗 对 因为基因虽然是天注定的 但是可以透过霍天的一个调养 让你的基因改变 让大家都有完美的生产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改变一下 对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请万事同小姐来告诉我们 好 在你的减肥的路上 是不是常常觉得 明明大家都吃的一样 就只有我变胖 或者是你连呼吸喝水 用过什么样的方法 你还是一个胖子呢 现在要告诉你 只要揪出你的肥胖基因 你就可以瘦身不求人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属于哪一种肥胖基因 第一个是水滴型的水肿肥胖 第二个是香蕉型的肌肉肥胖 第三个是泡芙型的脂肪肥胖 好 好 什么意思呢 对 秦夏洋老师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那像我来讲 我怎么知道 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肥胖 因为一般我们在看那个分类的话 我们会结合四个因素来看 体重 体脂率 还有内脏脂肪跟我们的肌肉含量 连内脏脂肪也看 然后去归类出来它的一个评比之后 就可以分出这三大类 没错 三位艺人朋友在录影前 分别都测量过基本资料 得出结果 黎祖宁为水滴型水肿肥胖 油脂汉为香蕉型肌肉肥胖 而小甜甜为泡芙型脂肪肥胖 但是这些类型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马上请杨老师来告诉大家 因为刚祖宁在他测量出来的话呢 他在体脂率略为偏高一点点 体脂 所以不要看他瘦叨叨的 其实体脂很高 其实有脂肪 对 然后是他这一张脂肪平平的 刚好就是挂在这一块 然后呢 他的那个骨骼肌率的话 稍微略低一点点而已 所以祖宁它这一边的话 它是属于水滴型的 容易水肿型的 不水肿型的话呢 我们通常以往在解释的话 是因为水肿的话 它会导致是囤积在身上 而造成的那个代谢不良 然后容易肥胖的感觉 可是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要排除的是 你是局部的水肿 还是短暂水肿 还有有一些心脏肝脏 或肾脏的问题 排除这一些的话呢 你还是会有水肿的话 它才是真正的水肿型的体质 好 那香蕉型是这个 滋汗 而且很过分 它都滴滴滴滴 对啊 你都滴 而且肌肉量还是高 表示是有肌肉的 对啊 表达女生来聊就好 你来干嘛 你扭掉啊 你感觉很尴尬啊 所以还自己香蕉型 我现在看到香蕉我就想到你 不要说什么 那种白白秀很大 可是甜甜 你听我劝 因为其实你现在也很赛 真的很瘦了 真的很赛耶 OK 那我觉得你们今天应该 可以发现跟我的那个 比较相像的人 这样比较相像的人 它是妄想症的重症 没有 是告诉你 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来干嘛 管我 所以啊 这个泡芙型的话 就是甜甜代表啦 然后我们香蕉这一块 我好好说一下 因为香蕉它是脂肪 跟肌肉的结合 对 所以痴汉是男生的话 基本上男生的那个肌肉含量 本身就是比女生要高的 所以肌肉量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肌肉发达的意思吗 代表它肌肉 占它身体的比重本身 那个含量本身就比女生还多 因为男生 男生本来就比较多对不对 对 男生本来就比较多 那今天测量出来的话呢 那个痴汉的话 是在比较是属于肌肉肥胖型 那为什么是香蕉呢 因为香蕉是属于比较是 身材是中广型的 所以如果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控制你重的话 就会从腰开始 对 大部分都会先从腰的地方 先整个肥胖起来 所以这种人就是要不然就不胖 一胖就惊人 是这样子吗 一胖就是核心肚子那一圈 肚子就先开始 肚子开始变成一颗球这样 真的 他曾经有胖过 是看过 看过你的照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时尚最正的泡芙 最正的泡芙 最正的泡芙 对... 不过在看最正泡芙之前 我先要澄清一点喔 两个礼拜前来看甜甜 跟现在看甜甜的话 她现在已经是小泡芙了耶 对啊 小泡芙了 经济不景气 泡芙缩水 我应该泡芙 我都希望泡芙可以缩水 可是我跟妳讲 女生真的很食亏 而且像我们这种胸部很大 就是减肥都没有受到胸部的人 她脂肪量就会大 好 真的喔 对不对 不过泡芙型这边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泡芙型这边的话呢 它基本上的话呢 是肌肉和那个骨蜜的不足 然后里面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然后这样子的那种造型的话 就满像我们的西洋的那种 泡芙的感觉 西洋的感觉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通常这种泡芙型的人呢 他们在做那个减重或减肥的话 比较容易周旋在负胖这一块 所以甜甜很辛苦 她真的很辛苦 不过两个礼拜前 跟两个礼拜后 她看到你的成效还不错 再试炼两次就更瘦了 喂 问题是另外会胖 那我还不如不谈 可是我要强调一点的喔 因为看甜甜她是胖的 另外一种最可怕的 忽略的群组的话是 瘦的 现在瘦的人体脂率也非常高 不输给甜甜 对 不输给甜甜 没错 好 不管你是属于水肿型的 香蕉型的 泡芙型的 先天不良 都可以靠后天来改善 首先从你的生活习惯着手 到底有哪些错误的生活习惯 导致我们胖呢 万事同小姐 好 你的生活习惯呢 决定你的体重是多少 来看一下你 是不是这些患者呢 来 你也是属于水滴型的水肿 肥胖高危险群吗 第一个 平常比较少喝水 再来喜欢用湯匙以及大碗公 再来呢还有酱 酱酱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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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口味的意思就对了啦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祖妮好 是 祖妮因为我看到你都一直瘦瘦 连身丸都瘦瘦 没有 你曾经有最胖过吗 我最胖胖到60 怀孕我并没有胖 怀孕我在标准之间 大概15公斤而已 可是我是断奶之后 因为我为我女儿 喂奶喂到三岁半 对 所以三岁半之后 因为喂奶的时候 新陈代谢是很好 而且帮忙消耗热量啊 对 所以你狂吃狂喝 其实是没有问题 对 然后等到断奶之后 就开始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新陈代谢 那又没有运动 然后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先生跟我小孩晚睡 晚上睡觉之后 对 半夜12点就会看到一个妈妈呢 坐在电视前面 然后看着电视吃泡面 那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一餐 你知道吗 可是你想吃着吃着 就发现就飙到60 好可怕喔 但是好恐怖喔 就这样每天拼泡面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三种饮食习惯你有吗 基本上我爱用汤匙吃饭 然后我很喜欢吃那种 韩式拌饭类的那种就是 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 都放在一个碗里面 对 然后就直接不用再拿筷子 这样就直接这样 因为妈妈吃饭要赶时间 你知道吗 都爬很快 要吃很快 而且重咸重大 其实我觉得还好 但是每个礼拜可以吃 两次的麦当劳算还好 算重咸重辣重口味吗 算重热量啊 对 可是我很爱吃麦当劳 那志翰曾经最胖到什么时候 不是什么时候 多少公斤 我最胖就是 你有胖108吗 我应该是108以上 因为那棒症上去 转一圈到8就卡住了 破表就对了 快变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 会这样放纵自己 没有 你说的最胖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当兵前 当兵前 那后来就是出道的时候 最胖到100出头这样 那也算有点放纵吧 非常 所以那你后来 那你现在最瘦 现在是你最瘦的时候吗 没有... 现在是瘦在刚好中间左右 最瘦的时候有77 78 所以那个範园很宽耶 对 那你中间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你就是有吃这些什么 重咸重辣吗 重咸重辣是还好 你酒喝太酸 对 以前年轻的时候 酒会太凶了啦 然后还有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我不会用大碗工 但是我每一口的量都很大 急 对 急 菜一上来都要趁热吃 所以每一个都赶快赶快这样子 那来问一下 现在抽症的甜甜 现在到底是瘦到多少 瘦到我跟我们制作单位说 快点叫甜甜来 我好想看到 对耶 真的瘦了 就其实我现在也还不知道 我之前还有一阵子更瘦 但只是我瘦的那个时间 在那边昙花已现很短暂 还要自己跟大家见面 还来不见到成果就对了 那来回反配 然后我负胖还满快 可是我之前当然有更胖 但我进圈内最胖 就前阵子胖到80 80 对 那些习惯 其实我觉得是从小养成的 因为我隔代教养 然后阿公阿嬷 他们如果吃完 也不然整栋都胖了 所以我已经不是瘦公了 是瘦开就整... 整锅 就是那个煮的锅 然后因为其实阿公阿嬷以前 就是煮菜的习惯一定都有一个汤 所以我们就会养成 你吃饭的锅汤 不然就是隔天就把什么东西 跟饭都放下去煮 然后那时候最精华的 然后我那时候宵夜很饿的时候 我阿嬷还会说 你去用土豆油管管 就是用油直接拌饭这样 所以我就造成了这些习惯 可是好吃啊 对 好吃啊 又好吃 又好吃 又香又好吃 真的好吃 然后再来我真的觉得 拿筷子很假白 而且我不想要被看穿 因为很多人如果你拿筷子 就是他会就说 你以后架很远喔 因为你拿得很容易 我就心想说干你们屁事啊 所以我就想说 汤匙比较看不出来 而且汤匙吃的时候 你那一口的量 所以你真的也是喜欢用汤匙吃 我没有很喜欢筷子 而且我觉得拿 有时候人家还会觉得 你拿筷子很奇怪 或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要看食材 因为像我们这种 爱吃的你知道吗 不能输啊 万一这时候上的是和牛 汤匙按三公半天弄不出来 先夹进来再用汤匙 对 就算你夹菜 你也可以先用那个公块 然后你先把它 放到你的那个汤匙 全部弄好你再吃 你看这有经验 有经验 对 有经验 尤其出去跟大家分享钱 你才不会吃亏 没吃亏 所以每个都要吃到 那你也是重钱的代表吗 我还满重险的 重到什么口味 一定的啦 而且我觉得辣 尤其是辣 你会越吃就越来越感激 越来越来近 所以我去买那个咸水鸡 我一定会说要胡椒粉多 鸡油多 然后要打辣 然后还要加那个小的生辣椒 因为他们那个粉加完之后 我问你说 那你要不要加生辣椒 哇塞 买哪一家 可以加这么多东西 现在都可以了 真的假的 再更over 是因为我就吃那个麻辣菇 我都喝它的那个糖 我也是 太over了 这个太吃了 麻辣菇的糖又拌饭 或者是那个面子面 好好吃 对 心油又咸 这样子你不胖谁胖 对 可是就好吃嘛 你在当下是开心的 对 当下真的觉得超满足的 就是人生别无所求 但是我们这样吃下去行吗 所以听到你们这样讲 几乎都已经找到原因了 请问一下营养师 这些习惯 确实是会让一些水肿型的 一些肥胖 它的状况会出现 没错 其实我们就是在临床上 发现有些人胖 其实不是真的胖 你只是水肿而已 真的 这类型的水肿型的肥胖 第一个就是你的水真的喝得非常地少 那我请大家不要误解喔 我们喝的水不算那些什么茶 咖啡这些 汤也不算对不对 都不算 就是正常的水 可是茶 茶不是可以取代水吗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 是不建议的喔 你喝得非常多的茶 反而更利尿 那水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大概占70% 那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 那男生更是水做 因为男生的水量更多 反而你需要喝更多的水来帮助你 排毒的机能 可是我有发现啊 比方说如果 因为我平常喝水量 也不会一定都喝到标准 可是如果你在减肥期 你想要轻一下 冲一下那个水量的话 我觉得多喝水对于减肥 确实有帮助耶 对 因为它帮你开启代谢 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不喝水 你越不喝水 越不尿尿的话 其实代谢是越差 反而會更肿 对 对 没错 所以第一个这个水分的部分 真的大家一定要喝够 会建议你的体重乘以大概40倍 体重乘以40倍 比如说60公斤的人 你要喝大概2400cc 那如果100公斤的人怎么办 4000 超多的 慢慢喝 慢慢喝 好 那汤匙呢 那另外的话 其实研究也发现 你真的都用汤匙啊 这样感觉就会把它整个瓜 都吃光光 所以酱汁这些会过多 所以真的用筷子慢慢去夹 用小盘分食是比较适合的 好 那最后一个重咸重辣重口味 最后一个重咸重辣 就是我们一般外食主 吃这么多辣 其实身体会有盐分滞留 反而水是需要更多 观众朋友你有水肿危机吗 别担心 接下来营养师就要教大家 美味又健康的消水肿蔬果汁喔 教大家这个三分钟消肿的蔬果汁 三分钟耶 三分钟 三分钟 所以小泡芙可以在编迷你泡芙 可以 可以 那时候消肿也可以帮忙腻尿吗 当然可以比较水肿的啦 而且它可以早上 你可以一整天开启精力的源头 所以很适合在早上喝 对 非常适合 可以很精力它 对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材料有香蕉 红萝卜跟芹菜 香蕉有非常高量的甲梨子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多一些甲梨子 帮助我们去排出身体的钠 那另外的话 我们就是先把香蕉放进去 好 先放两个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芹菜 这个我们一般买到西洋芹 它也是高甲的蔬菜 西洋芹 非常高甲 可以帮忙降血压 利尿 这个都可以 那沾美乃滋可以吗 因为大家知道 美乃滋会活耶 出心酸 出心酸就有 对 美乃滋就肥啦 对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到这是红萝卜 出心酸也有 红萝卜也有 红萝卜也是算一个高甲的食材 三个的高甲 对 而且它含有β胡萝卜素 所以β胡萝卜素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代谢 清除身体的自由筋 对 而且那个对眼睛很好 对 很好 所以我先加一些 那我记得芹菜跟胡萝卜的话 它是蔬菜 香蕉的话是水果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 1比1的比例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 香蕉是果糖会变胖的问题 我了解 可是这个可以加吗 我们有另外准备一些蜂蜜 这真的是看个人的口味 那平常我是不加的 但是有些人 比较担心芹菜或红萝卜的味道 也可以加一点点的醋 我们是小朋友 甜甜很适合加 对不对 刚刚连沙拉酱都想蘸 对 就适量就可以了 可是适量不要太多啦 不然就失去了那个 营养的价值 那我们就很快的吃肉了 很甜啊 甜甜可以接受吗 没有蔬果的味道 那个诡异的味道不见了 因为我其实蛮怕芹菜味 对 其实我们这样子 芹菜味很香啊 是 好 那也谢谢盈老師 谢谢 季妹妹一语惊人 刘志涵当场冒冷汗 你直接中训可以做多久 一个半小时 中间没有休息 那中间当然是要休息 你不可能 不是 我所谓休息 你是说 你吓我一跳我汗流出来了 中间没有休息一个半小时 他会死掉的 中间他还没用 你要休息一会儿 理由